大家好,欢迎来到入关公,我是Viu伞,Emma,Tony Viu伞,你之前拍了视频,很多发展商抓勇迟了,甚至乎蓝猫不抓 其实我们公司也有一套计定的预约,是如何跟客人安排回赠 但是我最近听你说了一件事,之前有个同事,私底下答应了回赠给他 但是没有任何的书面协议,好像还在告我们 去了小卡钱债審裁署,其实上星期四我就跟Emma一起上去 Emma基本上就跟我们后勤,如果有一些回赠,我们公司一定是书面的 是的,同事如果答应了客人,会有回赠,他会有书面的 跟客人签署名,然后再上公司的流程,一个一个审计过 即是有一个很规范化的流程,一定是有白痴黑痴写明的 不是说A客,我回多少钱给你,送些什么给你 即是说了回了什么,一定是要有书面的协议 其实是这样说的,首先各位观众要小心一件事 刚才Tony所说的那个case是这样的,两个单位 那个同事分别有WhatsApp,有微信,有口头 答应那个客人每个单位回赠7万元,总共是14万元 其实那个单位如果正常来说,我们公司是没得做的 虚钱的,虚钱的,虚钱的做的,没可能签的 但是客人跟我们公司是没有任何的书面 就是刚才Emma所说的,客人签名,我们公司的印章 董事签名,同意这件事,完全是没有这样的书面的 好了,其实引发这件事,他一直都追,我们说没有这件事 当然啦,公司都不会知道,因为没有书面 其实可以这样说,他答应了客人任何东西 公司是不知道的,只是成交了单位公司才知道的 是啊 即是他又不要跟阿Ludson,这个客人是回赠多少钱 跟他成交这件事,只不过跳开了这个步骤 成交了两套单位,回赠那些任何东西就没说了 没说 跟客人,我到时会回多少钱给你的 没错,没错,老实说一句 首先呢,各位观众,不是我们公司的乃貌 首先,不可以说,跟同事买的 那同事是还与的,他代表你公司的 首先,他代表我们公司的 去卖楼,去做中介人,去做代理 那这些东西,一定是书面确认 因为是由,这间公司同意给你的 这间公司是死物,公司是死物 一个员工不可以代表公司的 一定要董事,签名,去同意这件事 所以,最后判决是我们不需要负责的 我们不需要负责的 审材处那边就跟客人说 你找回那个同事 当然,在法律层面上,都是一个协议 但这个协议是客人与销售同事之间的协议 并非跟我们公司的协议 所以,他应该追究的人,应该是那个个人 即是没有迁任何东西 是的,因为如果他要追,应该追销售的同事 因为销售同事答应了他 他要付自己的责任 就不是公司负责任 如果他协议的时候,在代表公司送这件事 公司就用书面给客人,那就是公司负责任 其实我们现在所有做的都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 我想问问,你在这一行 我所知都从事了二十多年的地产行 可以说,见到无数这样的案例 即是好像今次的案例 其实多不多,普不普遍呢? 普遍的 普遍的 我以下说的话,怎么说呢 纯粹揣测,没有任何证据 即是他会不会牵涉到一个刑事责任呢? 即是中间分钱啊 你明白吗?可能客人追究到我们公司 跟着他分钱 我不知道 但是这类型的情况 很多时候销售的口网口陪 是有很多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 每一个同事,每一个销售 每一个案例都要找得很重要 每一个合约都要找得很重要 每一个合约都要找到 到客户收楼等等 包括房间出了,我们都要找到找到 好它 整个案例,买卖的内量开脈 我们好像律师楼那样 全部都做了一个好的文件 既然你所说 这些回证方面都有很多陷阱 嗯 其实可不可以给一些中谷的观众 怎样可以保证买家的权益 应该这么说 Emma也很熟的 应该怎么做 首先你跟那个小事人员 如果谈好了 一般来好像我们的正规公司 我们都会有一个指质的说明 寫明 我们都会回证多少给你 什么时候回证 然后签回双方的名字 还有如果是公司 公司应该会吸引 那我们公司 如果跟你签卖名 那会上回我们公司的内部流程 那会有用章 还有一个审批 就是我什么时候给钱 就是一个扶款证 就是如果你那个同事 假设走了 就是不是公司 那你如果要拿回回双 我们公司都是会有相关的一个流程 可以查回的 是 保证到各位 不要说走数啊 或者赖啊 这个大家要放心 就是那个路程呢 就一环扣一环 是 如果是任何一位同事 来了职之后 没错 客人都是有得追的 是 A军走了 他没有在我们环衣审判 没有做了 那我们不认账了 就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 不会有这样的事 最重要是销售前线同事 答应了那些客人 给一些什么 证品或者回证给客人的 一定要有白字黑字写法 是的 签名啦 上当的签署啦 没错 所有都是正规的 没错 其实阿表先生我想问 如果是国内的依准 是不是都是这样做呢 我就不知道其实 别人会怎么做啦 但是我想这么说 唯一保障自己的方法 是一定有个书面 是啊 提点一下观众嘛 一定有个书面 跟香港的依准也好 跟香港的依准也好 跟国内的依准也好 怎样保障他们自己 没错 一定有书面啦 如果是国内公司 或者香港公司 一定要印章啦 董事签名啦 或者国内的法人代表 去签名啦 因为为什么呢 吸了公章 没有签名 或者没有授权签名呢 其实都未必成立的 这些要小心啦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不是我们卖花赞发向 我们都叫做略具规模的公司 我们会承担责任的 是的 会面对 有些公司可能比较细尖一点的 你未必找到人 嗯 等于我上次和Michael有个事件 很好笑的 就是客人要追这些东西嘛 他就微信给那个中山的经纪啦 是 中山的经纪是怎样的呢 他就说 李卓人你过来中山找我啊 我找人招呼你 找招呼 那不就是 那不就是 看你怎样去 那不就不敢去啦 不敢去啦 而且有些 香港人不会害怕的 其实给我也会的 现实说一句 那没什么的 你跟他买的时候 他都是中山的经纪 那他叫你回中山 拿 没问题的 合情合理啦 那可能他找人招呼你 正如我上次说 他招呼你喝茶吃饭 都没问题啊 那你是客人来的 我来招呼你而已 是吧 但是你可能想错了一边啊 会的 会的 其实很多香港人呢 是对大陆都不是很熟的 人生很熟的 或者是 理解啦 理解就是两个不同的意思都很 是啊 那可能一个人或两夫妇 上了年纪五六十岁 冲上去和人收费啊 是 有这么说啊 如果我们准同香港人 那我宁愿上来 香港社会追好过啦 你起码你有地址嘛 是啊 那你很简单 你喜欢的就是产信旺角收咯 就是 你觉得我们蜡猫了 有问题了 你就是产信旺角 吵我们咯 但是我相信 从来都没有一单 就算现在的环境 那环境的而且是一样的 有些发展商拖勇 或者是不抓勇 其他行家都有说 不是只有我们说的 都会有这样的案例出现 但是我们公司都尽量去安排的 其实是这样讲的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 确实实有些发展商已经没有抓勇了 或者是辞职等等那些 我们有一些 就是确实是太久那些 那些 那些业主可能收了楼 或者怎么样那些 又答应了 但我们没收到的 我们都尽量给他们的 就是担当的 是不是 没办法啦 始终牌子重要 但是有些确实 不是很久的时间 我举一个例子 昨天有个客人打电话给我 4,800元而已 人民币 他买了个单位 刚刚收楼 买了万成 那三步兰器 那我们由卖楼 到现在多少个月 都是那三四个月而已 是啊是啊 那我们去卖现楼 那当然交楼的啦 那他就吵我们了 我现楼都交楼了 我都不进去住了 你还没有那些回责给我们 确实说一句 他不跟你的那一刻的 他说要现金 那一刻要现金 那一刻要现金 帮他买了实体 没出啦 那我就跟他说 不是啊老板 因为我们那时候送楼的那些 那些同事 三台三台帮他帮我安排 我不知道你要现金喔 那这样的同事是离着职的 那中间大家有些误解啦 那确实佣金是没收到的 他都刚刚放款 刚刚收楼 这个客人 是最大事的那个 那他打电话来骂喔 又说想东张西望喔 接着我就觉得 哇不用这样而已 现在不是我欠你钱 大哥 现在不是你借钱 我还钱嘛 就是相信都是有 沟通上面有些少误会 是啊 接着客户 那我们的同事 和你三方这样的沟通 可能有些少误会 我猜的 是啊是误会来的 那我们就立刻给他了 没问题的 这个问题 都是承担回责任 没错啦 就是我们不会赖猫的 不过就是这么说 我今天都跟同事说 现在是否大环境 是不是真的要做回赠呢 如果那个买家 是冲着回赠来的 那不要找我们还原 找其他了 这么说 有时候一来 会不会回到一半 会不会回到多少 不要这样搞我们 反而就是说 你觉得我们公司是信得过的 有担带的 我们有效果服务的 我们的服务是好的 那你就来找我们咯 作为买家 你会觉得 我买得便宜了 买得便宜了 有好处嘛 对的 没问题的 但你要小心 你那个好处拿不拿到 你花多少力气去拿到 而且有很多案例 所以呢 某一些agent 通常收不回回赠的 那你的意思 我都明白 譬如 人家回多少 那你还要回多少 就是这样回呢 就没意思的 嗯 其实你的客户是着重于 你是想这间公司 给到什么服务你 或者你买不买到楼嘛 是的 等于Tony 你们平时订车 你去做个残册 你都安排专车 跟客户去做残册 因为我们收楼都是 专车 专车去收楼的 喝点食 是啊 是啊 不介意的成本的 是啊 始终我们之前都说过 成交了 我们才是服务的开始 是啊 不是成交之前就是 你怎样好 之后就什么都不理 没错 就是这样做的 你们举一个例子 好像十凌人吞那样 我说吧 现在收楼了 那下收楼 你们有一个专车去收楼 是吧 好了收完楼了 吃饭都不要说了 如果做案揭 十凌人吞不行了 做案揭又要查党 模仿证明 证讯 证讯 就是你需要办理的东西 我们都要跟进 跟进不止是专车嘛 现在不是叫你去嘛 就是你好像很多行家那样 做十凌人吞的 他就叫他 你不是在乔社搭的专车信令 我就跟你跟咯 你不是上去找一个销售 都是这样而已 我们不是的 但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只是一开始就 前次再说你回多少 回多少 你送多少 就是你给我多少钱 没错 老实说一句 吐槽一下 你买的单位四五十万而已 我收拾你多少 我收拾你二三十万吗 对对对 我收拾你三两万元 佣金也很多 讲了这么久 其实重点就是 带出 如果你和A进公司 答应了什么回资 无论是现金也好 礼物也好 礼物也好 一定要有八字黑 书面 每一家基准都要去做规范 没错 都保障自己 保障自己 很多谢Villson 分享一个案例 其实都是我们公司自己的案例 是啊 我们不是说 三分八做别人的行家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是这样 是啊 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因为Emma 我特地叫Emma上来 雖然她是我的员工 但是因为把关 今集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Villson 多谢Tony 和大家科普 就是回证那方面 如何保障自己 多谢Emma 答应我们上镜 都是给客户有更加强的信心 是啊 那我们下一集见 好吗 拜拜